今天来打第三剂疫苗 这一定是加强这样 现在在卫校 刚刚打完第三剂疫苗 这下我的抗体应该是百分之百 然后病毒了 然后有人说打第三剂疫苗的时候 手特别胀 我是没有感觉 姐姐的头发 头发太长了 现在这个头发剪得多 现在来外线会吃个午饭 下午的话继续跑车干活 好了朋友们 我又出来跑车了 今天打了疫苗 剪了头发 然后晚上还要出来赚钱 为了我下个月的收入 因为我这个出行分 还差8分 还有三天 所以这个晚高峰必须要跑 话不多说 马上开干 看一下开机的第一单怎么样 因为今天剪头发 然后中午吃饭 差不多花了有三百多块钱 所以今天的话 我就不打区域了 这次看晚上能不能跑三多块钱 把这个钱给赚回来 因为三天的话 打区域跑出去 我觉得没必要 还是能跑着买的 我就不打区域了 跑出自带 第一单来了 六点二十八分级的警察学院 来本 报单了 那个今天有国考 各大学校都已经报单了 五点钟考完 看一下这边的劳动人士 排队67个 都在跑的 不行 如果要抢到我可能抢一个大点的 要么就接小的 本质跑飞吗 是吧 外贸学院这个应该也报单了 看一下 几个考试的地方全部报单 是吧 排队75个 滴滴特快 等一个大点吧 得或者得一个加价高一点的单 要么就给我来蚊子 没有一个加价高的 因此选择 则是否抢单 滴滴特快 今天的最后一单 跑完收工啊 刚我在家门口 先洗完 法师最先点了 大达了他的目的地 然后他在我对面 他说我取消 那你就取消吧 那看来还得再接 还有三分钟 再跑最后一单 七点钟 不给单 收车 今天就跑了三个高分单 67块8 然后在我跳单的时候 旁边一个男的啊 两个人提着行李 然后去万家利老店 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不去 我说你重新造车吧 他就用dj打车 一下打到我的车了 搞得我特别尴尬 真的是 搞得我大大也没去搞到 本来之前有 还有一个二十多个等单 我也没抢 去月鲁区里 交到六十多了 应该可以打个五六十块钱 然后我还想着 再搞一个 有没有三十个里 四十个里的单 好了 一下被这两个乘客搞得我 真的是 哎没心态了 然后送到万家利 送了四十分钟 到了万家利以后 我就打了一个万城的区域 也没有想 然后看着眼看 马上七点钟了 我就 加了一个新刷区域嘛 加个新刷区域 然后来了一单 这个乘客 他定位在对面 在对面的话 我本来是 掉头去接他的 他说你不用掉头了 我直接取消吧 那你取消吧 是吧 我无所谓 然后刚刚一直到七点钟 也没想 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话 就是爬了三单 三单的话就是 三六一点八 一点八分 还差将近七分啊 还有两天 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实哪怕 这次的出席内 没房门啊 其实我也不怕 因为现在这个 滴滴的派带规则已经改了 不再是按从今那种 可备值的天下了啊 现在就是 接单距离 五月度 可备值 排第三 好吧 那今天算是打了一个加油 从明天开始 又要打鸡血 好好干活了啊 最后两天 看能不能搞个一千块钱 好了 有喜欢小铃视频的 记得点关注 谢谢大家拜拜